半身巨樓成腐淚 網友齊撐小心淚 一枝出生變重病的花淚 一個與花兒有關的名字 美極贊方卻張凋零 甘肅敏縣得一歲大的黃心淚 還未有機會看下這個世界 就要面對疾病的折磨 她患有先天血管樓 淋巴樓和脂肪樓 樓還長得很快 簡直大到凸出來 心裡一家都很擔心 去過蘭州北京求醫 醫生建議要做四次手術 不過手術費要20萬 對於打工仔的父母來說 根本比不起 她們全家就決定做小販擺街籌錢 又好心網友知道了 就發起幫小心淚募捐 連新加坡的網民都做了兩條短片幫手 結果籌到5萬元 在上個月28日 小心淚終於成功做了第一次手術 割除右胸和右臂的良性腫瘤 但她將來就不可以像普通女生般發育 不過愛心行動未完 小心淚還有三次手術要做 網友呼籲各方有心人繼續捐助 小心淚 那些阿